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成以本地名人 明朝开国元勋刘伯温的嗜好为献名 自古就有天下第六福地的美誉 北宋太平环宇记载 万山深处忽辟平愁 高框绝尘风景无画 桃园世外无多让烟 文成 八山一水一分田 森林覆盖率超70% 全年平均气温15.2摄氏度 生态环境得天独厚 一年四季风景迥异 这里衣山傍水地貌独特 人文底蕴深厚 自然资源丰富 这里拥有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百丈级飞云湖旅游景区 这里更是让民游牧心灵的世外桃园 清晨 第一缕阳光 悄然穿透层层云海 温柔唤醒了文成的湖光山色 缓缓开启自然与生命的新一天回响 飞云湖万倾碧波 湖光荡漾 烟雾缭绕 恍若仙境 天顶湖高居群山环抱 静若处子 烟波浩渺 浓雾渐散 但见红沙绿洲 白鹿翻飞 青州泛波 湖水如玉 令人浑然忘我 文成 号称百瀑之乡 飞瀑或熊骑或青林 姿态万千 都不胜举 百丈级大瀑布 由以高峻雄壮 冠绝华下 有中华第一高瀑 中国十大名瀑之称 它集高山平台之水 汇成激流 突奔百丈深鹤 形成总落差 287米 一级熊 二级旗 三级优的 特色阶梯形 瀑布群 其中 以百丈一级 最为崛起 级高 二百零七米 宽五十一米 三面举臂如霄 峡谷深河如空 水石相机 游为千古 流基有诗曰 悬崖峭壁 使人惊 百湖长空 抛水惊 六月不辞 飞霜雪 三冬更有 怒雷鸣 百丈二级 三级 同样各有角色 古时 就有 二级百丈深 三级百丈宽之说 如梦如幻的水帘洞 横贯飞铺 如诗如画的七彩林 测影清潭 其优之境 人间少有 令人流连忘返 欣赏自然造化的鬼斧神工 享受短矢丛丛林的清新空气 走进国家4A级旅游景区 国家级森林公园 同龄山 您的每一次呼吸 都充满甘甜 京区总面积4万多亩 森林覆盖率达98.1% 峡谷幽深 碧波嗅水 山卵蝶脆 山花浪漫 万年激流 悬充形成的十二国血群 瀑连瀑 潭蝶潭 血通血 被誉为 华夏一绝 深秋双重之际 唯一十里的弯弯古道之上 丹凤似火灿烂如花 落叶缤纷如湿如化 令游者吃醉神迷 据不完全统计 温城镜内保存完好的 洪峰古道 不下70条 江南罕见 全国少有 正午的太阳热情澎湃 也点燃游客心中无限激情 峡谷景囊举文城县城仅三公里 这里不仅齐风碧丽 飞扑多姿 风景如画 还可漂流拓展 野炊露营 是一处即休闲健身 与一体的绝佳旅游胜地 让您在惊险刺激的体验中 释放快乐激情 九溪峡谷漂流 九驱十八弯 迂回激荡 险向寬生 动人心魄 是您纵情山水 释放压力 放飞心情的最佳去处 盘旋与青山绿水间的 骑行一道上 深沉的红色 汇出了一条 亮丽的生命线 猴子是猴王谷的主人 他们在林间追逐跳跃 在绿浪中欢滚嬉闹 让这片幽静峡谷 兑现无限生机 时光流转 走进刘姬故居 穿透六百多年的时空 侧耳倾听 朗朗书生 似依稀可闻 昔日 千古人豪刘伯温 就是从这如化山水里走出 于乱世间运筹帷幄 辅助朱元璋 成就地业 一统大明江山 被誉为五百年明世 三不朽伟人 今天 这里的每一粒瓦当 每一寸草木 每一道菜肴 都让游者发丝骨之忧情 追溯这片市外桃源 宁静致远的历史缘起 天圣山上 始建于唐献宗 元月三年的安福寺 依山而建 环境清幽 历来为佛门胜利 一千二百多年来 曾有二十几位高僧 主持道场 弘扬佛法 化人无数 好山好水 失足景 舍乡三月 更满山 门城龙奇园景区 是浙江省唯一一家 以舍族文化为主题的 吴家四A级旅游景区 舍乡人能歌善舞 舍乡人热情好客 他们将山神赋予他们的一切 编写成了诸神的传说 传唱成孩子的摇篮曲 他们还以大山里的食物取材 为客人奉上一道道 丰盛美味的舍家宴 门城是生态的王国 美景的迷宫 青山起伏处 有风鹤松石 灵气逼人 峡谷通幽地 有深潭滤滩 十里画廊 烟波水云间 有白鹿翻飞 野鸭细水 那洗尽环滑 与喧嚣的高矿绝尘 尽显山水之真意 山水文成 处处流淌着诗意 更传递着 亘古不息的爱情 以爱情为主题的 月老山生态环境优美 空气的负离子含量极高 是一个天然的大氧巴 在这里 你可以远离城市的喧嚣 走进山水田园 体验农事 做客老宅 品尝地道农家饭菜 感受悠久农耕文化 在山间田野里放歌 听一段古老的传说 给您的心灵放一个架 在这里 你可以放慢匆匆步伐 漫步林间 穿梭云海 在满天星肘之下 倾听细微流动的风 倾听落叶贴近大地的声音 将身心交付给一个属于慢生活节奏的时空 让时光就这般陶醉梦里 百杖飞铺 千年古道 万年浮血 岁月的重刷造就了文城令人惊叹的菊美风姿 青山如带 青山如带 云影徘徊 田园木歌 如梦如幻 自然的馈赠编织出文城 浑然天成的荣诗情怀 流济故里 醇厚风情 千年古茶 繁音不息 历史的积淀 赋予了文城 历久迷心的文化内涵 文城 如同一个清雅的素年女子 静默田淡 期待与您邂逅